天南地北谈华语 快快快,快告诉我钱字怎么来的 我对这个很感兴趣 是对钱感兴趣吧 钱,谁不爱呢 哟,看不出来你爱务农 务农? 嗯,夏天干活 夏天干活,大热天的 对啊,说文写道 摇野古田气 古田气 古代种田的器具 也就是农具 是的,摇左边金刺旁 右边罩 是古代的一种大厨 类似铁铲 带金刺旁因为是金属做的 现在这种农具称为摇 以前称为碱 怎么又多了个碱 表示农具的时候 钱读作碱 答对了 我翻词典都没说钱 也读作碱 你翻的是现代汉语词典 这得翻古汉语词典才能找到 都说了 以前这个农具叫做碱 现在称为瑶了 嗯,也对 还记得尖是残的出文吧 另外,尖尖有少、小的意思 记得 所以这个农具可以使土变成小块 对呀 铲啊铲,除啊除 土就变成小块小块的了 后来钱专指货币 嗯,以前的铜板 现在的硬币是金属做的 有个金字旁也挺合理的 哎呀,也说得通了 以前的人以物农为生 得下田除地 辛勤的除 带有了收成 农作物才能换取别的必需品 可是现在的钱都在电子钱包里了 一部手机也不乏金属构建呢 你行 这都让你想到了 哎,知道了尖尖表示小、少之后 我现在终于明白 为什么我老觉得自己钱不够用 因为你爱买啊 不是 你看 钱的右边是尖 注定少 买东西的时候总得看着买 不能随心所欲 连买件衣服也尽挑便宜的 你看 都是线头 咦 线 左边角丝旁 右边尖 难不成表示用细小的丝做成线 后来这么写还挺有道理的 说文写到 线 古文做线 也就是说 现在写的线 在古文从密 全生 密是细丝 以前线左边是角丝旁 右边是泉水的泉 做生旁 后来写作左边角丝旁 右边尖 线是棉 毛 丝 麻等 纺成的细长的东西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 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aifm.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索天南地北谈华语 你也可以通过RTMK应用程序 点击右下方Podcast的按键 重听天南地北谈华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